這一件甜點的話也是一樣 然後這一件甜點的話 是他們在餐廳店裡面有那個 現任高雄中學美術教師的陳千瑜 從小喜歡繪畫 擅長水彩插畫 受到高中同學邀約 首次來到高雄市警察局的餐廳辦畫展 他精心繪製各種美食插畫 讓人胃口大開 畫圖對我來說是很快樂 從小到大唯一沒有放棄的事情 就是畫圖 然後以食物就是每一個人 都是對食物比較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就用食物為主題去發想 那裡頭的食物都是跟 他們餐廳裡面的餐點去做設計搭配 然後去畫出來 老師也表達很強烈的欲望 想說有這個機會 那嘗試看看 對 那改變一下我們這邊用餐環境 那確實是加分不少 然後大家同仁都 我滿開心有這個用餐環境 感受最直接的 就是來此用餐的警員 餐廳空間因為有畫展 而有不一樣的改變 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 比較不會那麼無趣 就是比較沉悶一點 會就是你用餐至於 還可以欣賞到一些圖畫 你用完餐以後 也可以四處走走看看 因為我本人到任以後 發現我們新的餐廳 這個空間其實它很廣很寬 如果沒有善加利用的話 是有點可惜 就像其他的餐廳一樣 我們如果能在我們的用餐的環境 更友善 然後更能讓大家增進食慾 我們何樂而不為 這場與時俱進畫展 是陳千瑜在防疫期間創作 用藝術美學為辛苦的警察加油打氣 暖心畫作也讓餐廳環境 變得更有溫度與美感 人間衛視五庸曲 高雄採訪報導